美国总统拜登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第五次对谈 两个人谈话持续两个小时17分结束 在台海议题以及俄乌战争上深度讨论 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明明白白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和现状清清楚楚 我们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国势力干涉 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势力留下任何空间 针对台湾白宫新闻稿只有36次 精简地略述拜登强调美国政策未变 美国强烈地反对单方面力图改变现状 或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 民意不可为 玩火必自焚 希望美方看清楚这一点 蓝国领袖还针对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 其中习近平再次重申了中方原则立场 而就在这敏感时刻彭博社报道 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的亚洲型曝光 当中并没有包含台湾 访台是否申辩 引发关注 贝洛西目前行程表上 有日本 印尼和新加坡却没有看到台湾 官方到目前为止以安全为由 拒绝公开详细的行程 记者综合报道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宝器 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点 什么 roll